好 明正很开心来这里看热闹 但是对于消防人员来讲 今天晚上是全程紧绷最紧张的一夜 主要是要预防火苗所引起的各式各样的意外 而为了能够在窄窄的巷子 还有人潮之间穿梭 这一次呢 消防队花了160万 采购了两辆消防重机车 车上呢有水带 有氧气钢瓶也有泡沫箱 它的设程有15公尺远 希望在第一时间扑面火石 台南沿水消防队员全副武装 骑着两辆大红色的消防重机车 穿梭在大街小巷 又酷又炫 不过这两辆的灭火力气 不只外形抢眼 配备也一应俱全 功能更是不在话下 消防队员拿起水带 射向目标灭火力道相当强劲 配备也是应有尽有 252cc 总重192公斤的消防重机 后座配置了水带 长度有40公尺 还有泡沫箱 里面有泡沫和水的混合液 35公升 另外氧气钢瓶也不可少 而灭火的设程有15公尺远 每辆造价80万元 这个觉得机动性应该比较高一点 如果看到小火灾的话 马上就可以把它扑灭掉 就不用说等到它火灾大到 没有办法去扑灭它的时候 再出动大台那种消防车 除了忧郁的性能 消防队之所以花费180万元的高价 添购两辆消防重机车 就是看中了重机车的机动性 相当强 万一发生火警 可以在拥挤的人潮 和狭窄的巷弄中赶到火场 机动快速能够抵达到灾害现场 展示这个救灾的行动 消防重机车 身为灭火利器 不过花大钱 当然还是希望元宵风炮 能够圆满落幕 备而不用 接着来关张SNG小组 台南报导